Yo,我是庭恩 今天要來說一個社交牛逼YOLO的故事 呃,我絕對不會承認是因為素材拍太假 只好這樣做 環到了頭兩天 YOLO先住了桃園的馬哥家 還有新竹新婆的鄧媽媽家 第三天來到了新竹市找Matt 就是陽明登山社開影像創作課時認識的朋友 歡迎點右上角連結看看當時的影片 像劉老老進大觀人一般的逛完Costco之後 還回Matt家先睡個好覺 吃個小餐 接著被載到了青大圖書館 換站入館之後先逛了家具展 呃,我的意思是裝潢真的太酷了 剪了一會兒影片之後 中午跟之前填表蛋的Jason碰面 被請了星巴克咖啡 太爽了吧 聊了不少煩惱和自媒體經營 還參加了Jason舉辦的明信片交換活動 下午到NOVA 買了忘記帶出門的GoPro轉接頭 呃,怎麼會有人這麼糊塗 4545收拾之後又奔向新竹客運 單純165元前往台中 就經歷了一番超級難等的公車之後 他總算抵達台中榮中給朋友探班 第一次被PGY同學請客 太爽了吧 晚上在台中住的是登山社間表裕社學姐阿文他家 意外發現兩人的媽媽竟然是高中同學 世界真的是有夠小 睡覺醒來之後 他被阿文爸爸推介一定要去逛逛東海大學 幸運的他在校園裡走路的時候 隨便抓一位學生就快樂的聊到天 這才知道哲學系竟然也有 因爲分數到了 所以田志願的狀況令他驚訝了一番 之後在單體咖啡趕下午要分享的PPT 還沒來得及弄完又得離開 糾結了一番是否要嘗試搭便車 他太害怕了 我不知道我心裡就是就不懂 所以感覺好像太麻煩別人 最後還是跳上了公車繼續在車上趕工 轉身的時候還因為公車delay差點要大遲到 幸好突然又來了一班公車 成功把他一路載到了大理 終於順利和一路老師見面 又被請了一頓T都府牛肉麵 太爽了吧 你看回甘的中藥味 很濃厚但是又不會覺得太低 Q彈又嚼勁 因爲在臉書社團發的戲畫被一路老師看到 老師便邀請他去任職的大理高中分享 真的超級酷 他直接進到國一班上變魔術 玩雜耍 聊聊醫學系和大學生活 內容有夠豐富的 這是他第一次做校園分享 非常有趣 之後還有打算剪一集小小紀錄影片 歡迎大家找他去學校分享 不僅被請吃的午餐 能享受甚至他 其實是很小便宜 傍晚還搭著老師便車 到了台中新興景點Lalaport 那裡的空橋真的很漂亮 晚上再被柏宇大哥載回家 這個緣分可就妙了 今年2月他獨自從台南 參加Focassa馬系藝術節 在滷邊吃滷肉飯的時候 因為店裡客滿 柏宇大哥夫婦之後 和他並中 一個不小心聊得太頭緣 變加了聯絡方式 這回直接聊到大哥他家去 你看他滷肉飯就想到我 就像滷肉飯那樣 就直接在那邊吃滷肉飯 然後 我講得像絲木魚嗎 應該不像 他們逛了台中最大的漢溪夜市 人真的超級多 他又被請了豬血糕和蔓越美汁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滿腦筋症還沒結束 柏宇大哥竟然邀了他的朋友 永鎮大哥 找了個漂亮的空間 把孩子們找來一起聽 讓全世界都知道 不要做白日夢 要實際行動 又樓下午在校園分享的PPT 完全沒改 又再分享了一句 其實到後來他已經不知道 今天在講什麼了 我們大概就只有準備帳 我都沒有 幸好還是得到了一番好評 好感受 因為沒什麼計劃 隔天他在永鎮大哥的邀約下 一起做了水電 先是修了馬桶 再去禮茶換了馬達 連這樣都被請了一杯茶 太爽了吧 話說他去年和朋友旅遊的時候 剛好也有來這裡 緣分太有氣了 接下來還有被請了涼面 勇鎮大哥說這是勇者的福利 又要跳上了火車 帥氣的從台中直殺高雄 總結一下 YOLO作為社交牛逼 竟然在兩天半之內參與了9場 人際互動 真是太狠了 太狠了 YO 故事說完了 我是婷兒 YOLO 如果這支影片有帶給你一些 對旅行不同的想法 別忘了幫我按讚 訂閱留言 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BYE BYE